2020年踏入复活节,日子真难熬,看来复活前确实要先蒙受苦难,回看去年底引述异象预言,今年首季将是全球股市主要升幅所在,为受疫情打击,异象曾于1月25日警告调整来了,之后于2月初预告股市已踏入最后欢乐时光。 结果当月底大塌,然后再反复劝告投资者设计冲动,直至上周看到曙光,现时又如行呢?既然今年末日论成真,或许看看一帮末日论者怎看? 1.怪客倒塌市收首了,转行买金,自2017年起,市场上出现了一位怪客,被称为50美仙,应该位怪客专门对赌俗称恐慌指数的Clicks指数认购其权。 而且预输预买,由于每天固定以50美仙的价码,扣入5万首fix认购其权,故被气清为50美仙,虽然他一度预买预输,但在2018年2月全球大塌市当中,就一波翻身,由累涉2亿美元变赌2亿美元。 去年12月他再度下注,有媒体本周指出,结果他在今年2月至3月的大塌市当中,又竞赚一笔,估计获利达4亿美元,约31亿港元。 他最近透露,黄金是下一个目标。据悉,他斥资2亿美元扣入Picks的看,升旗权,即倒股市大塌。 结果恐慌指数3月1度降至76.67。 创2008年以来新高。毫无疑问,他的策略得倒了封口回报。市场人士料获利达4亿美元。 然而,宣布金盘洗手,不再以50美仙落注,并转买黄金。 他认为,除着市场对造成的经济损失担忧加剧,传统避险资产黄金会受到支持。 他多次强调,虽然50美仙看似赌博,但紧述对冲,确保投资组合安全是最重要。 其次财势赚钱,除了黄金,他亦推荐了通胀挂勾债券。 因预期政府巨额救市,货币会急速贬值。 在此情况下,通胀会回升。 2. 外客倒油价50美仙。 于是经济末日未完,上述50美仙够转期。 未算,本周有人对看纽约旗油,跌穿每统0.5美元。 对,即是低见50美仙。 一名交易员买入了1000首美国基准原油的看跌期权。 如果油价跌至近零水平,他作为期权买方,就会从中获利, 而这不胜算不大的押注,仅需1万美元,约7.8万港元。 今年以来,纽约旗油以下跌了56%,虽然在市场上的一些角落, 价格甚至跌到了负值,职产油商要贴钱买油。 这通常因为负存满舍。 但纽约旗油要跌破每统1美元,似乎是天方夜谭。 然而,交易员们已开始大量买入, 可从极端低价中获利的合约, 10美元或以下的看跌期权。 规模最近几周显著增加,目前持仓数量超过5万手。 大部分是在过去一个月增长的。 目前为止,各个产油国仕途商定减产, 或可避免油价跌至单位数。 为除着全球消费量情直插无水花息下滑, 油价波动率又处于空前高位。 0.5美元的压住看起来更像是一张彩票。 对需求的持续低迷进行对冲。 3.末日论者发威。 黄金真的会变成终极资产。 其实,除了50美先买金外, 一向主张以黄金为货币基础。 金本为和投资黄金的金甲重。 在金融市场一直被视为边缘人。 因他们经常发出末日警告。 即例如,金融资产即将崩溃。 银子变费子等。 然而,他们的预言可能就在2020年成真。 事实上,随着疫情全球大爆发, 黄金跑赢了美元和美国国债, 成为今年以来表现最好的主要资产。 著名金价大好友, 美国畅销书货币战争作者Jim说, 我们早就警告会发生这种事。 他一向建议持有黄金。 末日论者一向把黄金当成终极避险资产。 这种硬资产不怕通胀。 而且几世纪以来一直保值。 最重要的是, 所在金库的实体黄金不怕没有交易对手。 就连政府和央行都动不了。 贵重金属投资公司, 创办人兼行政总裁R指出, 各国央行以无法掌控最有影响力的政策工具。 在此整体经济巨变下, 黄金将成为最却越的货币。 商品大王罗杰斯亦表示, 在疫情结束前, 黄金会大仗, 当人们对货币和政府失去信心, 就会去买黄金和白银。 四, 末日论者还有他, 除了买金还有银, 除了上述末日论者, 著名唱烧书父爸爸穷爸爸作者 罗伯特清奇也是其中。 他早在近年已不断呼吁长线投资已死。 本周则法文指出, 不要把政府派的金钱存起来, 建议投资者将钱买入对未来有保障的资产。 例如黄金、白银等, 因美元正步向死亡。 既然政府派钱, 当然要收下, 且聪明地使用, 他又点名指出, 白银会安市紧20美元, 对保障未来而言是最化算的选项。 他称, 在美国联储局大印银子, 实行零利率的情况下, 为什么要储钱, 认为此时应储黄金或虚拟货币龙头比特币。 事实上, 他近年一直看好白银, 认为是所有资产类别当中, 最被低估, 低风险, 且最佳的投资, 除非每安市涨到40美元。 否则将持续买入, 世界黄金协会, WGC, 前主席, 加拿大矿商董事长更大胆预测, 金价将标志接近美股道指水平, 即有机会狂张智每安市2万美元。 他指出, 创造货币需要时间, 才能让货币流入人们的手中。 中观现金局势, 他认为供应链中断将持续2至5年。 我确实相信, 我们会看到道指, 金价比率即使不是1比1, 也会非常接近1比1。 5, 不怕邮轮, 美年轻一代狂闹邮轮股。 除了黄金, 又有什么值得买入。 美国年轻人就选择邮轮股。 美国得美利证券市场策略师, 本周表示, 公司的千禧一代客户3月增持了王家加勒比, 和加年华的两只邮轮股。 他特别提到, 年轻人特别是在3月的最后两周内大手增持该帅股份。 这些年轻投资者除了相信邮轮公司, 再长期可以从疫情恢复过来外, 认为, 年轻人可能也出于个人因素, 而对邮轮股票感兴趣, 因他们可能是首批愿意重返邮轮旅行的客户。 另一方面, 投资策略师透露, 公司的年轻客户近期也很喜欢邮轮公司的股票。 同时认为这些客户可能是, 最初回到邮轮旅游的人。 事实上, 邮轮业是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 王家加勒比年内股价累插77%, 加年华更累赦近80%, 看来别人恐慌我贪男的股神金具, 正好落入年轻人的心中。 6. 难怪末日论当道, 世界真的巨变, 事实上, 世界正出现巨变, 难怪末日论仍有市场。 本周有媒体指出, 日本已从空前的经济刺激方案, 中拨出22亿美元, 约171亿港元。 帮助制造商将生产基地迁出中国, 新冠病毒导致这两个, 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供应链中断。 日本政府推出了追加预算方案, 松移缓解疫情的破坏性影响。 根据网上发布的计划细节, 最佳预算包括2200亿日元, 约156亿港元, 资助企业把生产地点迁回日本。 235亿日元工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 一般情况下, 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2月份由于疫情导致工厂停工, 日本自中国进口规模几乎下降了一半, 进而导致日本製造商必要零组件断货。 因此, 各界开始重新讨论日本企业, 不应过度依赖中国作为製造业基地一事。 上月, 负责未来投资的一个日本政府小组, 商讨了有必要将高附加值, 产品的製造生产迁回日本, 将其他产品的生产分布在整个东南亚地区。 7. 逆史惊奇, 仍有生意与百年最好赚。 逆史下的惊奇, 除了一班末日论者及供应链仪障外, 有一门生意更是与百年最好赚。 除着封城措施延长, 有越来越多美国人开始将时间和金钱花在游戏上。 打蝎拼图热卖, 根据游戏产品製造商维保指出。 在过去两周, 其美国拼图销售瓦干年飙3.7倍, 平均每分钟售出20个拼图。 为该公司自1883年创立以来, 从未见过, 对于拼图需求激增, 美国经济学家N称, 在经济不稳定的时期, 美国人转向换拼图游戏, 来换解压力并不小见。 他称, 对生活在经济不稳定时期的人们来说, 觉得整个经济生活完全失控了。 而拼图是让他们认为可以控制并战胜的挑战。 8. 逆史惊奇, 戏600万让女儿收租学理财。 外国有拼图生意, 香港则有楼市, 有否想过不买拼图, 而是买楼教理财。 本周有代理表示, 东冲影湾园11座高层衣室, 实用面积552方尺, 两房间隔, 今年3月叫价650万元, 减价至600万元沽, 赤价10870元, 新买家刚满18岁, 仍然在学, 父母见楼价下跌, 加上低息环境及量宽下, 决定出资帮女儿置业, 供楼由他们一手包办, 打算先将单位出租, 让女儿学收租理财, 将来可自住, 按单位市值租金约1.5万元计, 料租金回报约3厘, 据了解, 原业主则于2011年以352万元买入, 现转售单位, 账面获利248万元, 单位期内升值71%, 9. 疫史惊奇, 有没有想过工种从此改变, 上述例子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遥不可及, 那么, 不妨留意工种可能出现巨变, 这关乎饭碗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某些产业停摆, 也同时令其他产业的人力需求激增, 使全球就业市场的人力配置, 正以二战以来最快速度改变, 随着封城所国相计出现, 以前在旅馆,餐厅及航空公司打工的人, 贵料户口,正转行在超市, 网上零售商, 以及医院工作, 人力资源机构万保华, 集团北美公司总裁坦然, 这可能是该公司自1948年成立以来, 所见过规模最大的就业市场转变, 这种转变还包括一些政府, 呼吁无身价的勞工与学生, 加入种植和采收水果蔬菜的行列, 在德国, 麦当劳也把员工借给两家百次需要劳工的大型超市, 事实上, 德国已通过一项法律, 对释用短时工作制, 企业让员工, 留在家中并给三分之二薪金, 其余由政府补贴的劳工提供奖励, 鼓励从事医护与农业等副业, 法国农业部长亦表示, 由于季节性外劳今年无法入境, 法国农场三月需要4.5万名工人, 四月还需要8万人, 五月则需再增8万名劳工, 美国方面, 虽然过去两周首次新申领失业, 救济金人数接近1000万人, 意味着有庞大闲置人力, 但与此同时, 沃尔玛, 连锁药房CVS等美国大型企业的人力需求激增, 未来几周需要近50万名新血加入, 十, 亦是惊奇, 全球经济不能非弹是因省地, 最后, 想分享的是, 全球经济在疫情过后, 可能不会出现非弹, 除了地缘政治因素外, 民众使钱习惯改变可能也是其一, 风险投资公司co合伙人认为, 在疫情影响下, 当人们突然发现现实中世界较以前更脆弱时, 承担风险的意愿就会更低, 或会因而创造超级储蓄世代, 即他们对冒险投资的兴趣降低, 不介意错失机会, 也更重视降低风险, 他推测, 由于经济快速恶化, 将对人们乐观看待未来的能力产生深远影响, 即使危机明天就立即结束, 也会因已发生的事情非常严重, 足以留下约一个世代的影响, 虽然会视未来经济增长速度减慢, 但也有望带来更能吸收未来冲击, 管理机制更好的经济系统, 令金融领域更强健。 而言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